小朋友啊,你們在研究什麼啊? 啊?在看什麼啊? 這是我們班上同學今年收到的禮物清單 啊?這麼多啊?這麼好啊? 嗯,今年兒童節啊 爸爸媽媽送我了一本書當作禮物 還有,在我生日的時候 我們全家一起到餐廳吃大餐啊 哦,我很有興趣的是 你爸爸媽媽送什麼書給你啊? 送我最喜歡的科幻小說 哦,名字呢? 火焰的王座 哦,OK,那本我們也看過 來,那另外呢?小朋友,那你呢? 我們班的豬腳啊,他考試考了97分 隔一天,他到了學校 拿著他全新的手機給我們看 我們都好羨慕喔 那是玩具手機還是真的手機啊? 真的 蛤,考97分 他爸爸媽媽就送他手機 這也太貴重了吧 嗯,不過啊 看完這份禮物清單 我們都覺得有點怪怪的耶 怎麼說?哪裡有怪怪的? 局長,你覺得父母師長把禮物當作鼓勵到底好不好啊? 當然很好啊,小朋友就需要鼓勵啊 可是用禮物當作鼓勵的一個物質的時候 大概要考慮三件事情 第一個,他這個價格會不會太昂貴 是小朋友他這個所不適合的 譬如說,你們剛剛講的手機 那如果只是考了97分 爸媽就拿這麼貴重的禮物 我覺得超過他的這個價格 這不是很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禮物,這個禮物是好的 對孩子是有意義的 譬如說,買書啊 或者是帶孩子去博物館啊 或者是去美術館這些 說,爸媽帶你去這些 或是全家一起去打個牙計啊 或全家一起去玩啊 在玩的過程裡面 親子可以互動,這更有價值 第三個 千萬不要禮物變成唯一的 能夠促進或刺激孩子去學習 我這樣就不好 這樣就會變成孩子說 你沒有給我禮物我就不念書 你沒有給我禮物 我就不幫你做家事 你沒有給我禮物我就不想上學了 這反而會把禮物的價值降低 甚至還有負面 我覺得做爸爸媽媽 可能在這方面要特別思考 你譬如說像我平常 給我孩子的禮物 我不會因為他成績的好壞 我給他禮物 反而是他做對一件事情 或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他的行為非常的好 我會給他獎賞 那我給他獎賞的 我會買他喜歡的 那我記得我女兒小時候 他就很喜歡八十關聯 所以當我發現他這一年表現很好 我出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買了一個八十關聯給他 我覺得對他來講他就非常的開心 還有他一直很想去迪士奈樂園 那有一次我就帶他去 可是呢並沒有任何條件 並不是說他考試考得很好 我才帶他去 我覺得對孩子親子之間的互動 禮物要送給小朋友要拿捏的 要恰到好處 這樣的禮物才顯出他的價值 譬如說你們是小朋友 那當老師發現 你們做事情做得非常好 或是打掃教室打掃得很好 老師可以買一個雙淇淋請你們吃啊 甚至給你們幾句鼓勵的話 這都是鼓勵 都是很好 不見得一定要用有形的東西當禮物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覺得 這樣子是很合適的 那有些孩子就很喜歡 一定要有形的物質 其實事實上對孩子來講 有所鼓勵 有所激勵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這個一個因子 也就是很好的一個 促進孩子進步的一個條件 而不是一定要有形的物質當禮物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贊成 我也這麼認為耶 對我來說 也只是在電視上 精神的確實上 是一位